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82天 接通热线 1962年10月 由于在是否在古巴部署导弹这个问题上产生争执 美国总统肯尼迪和苏联总理赫鲁晓夫陷入僵持 古巴导弹危机几乎引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多亏双方建立了沟通 危机才得以避免 在那个没有及时通信的年代 美苏双方决定在两国领导人的办公桌上 各放一部红色的电话 他们将这两部电话称为热线 任何时候 只要美苏领导人感到彼此间存在误解 就可以直接跟对方通话 沟通至关重要 抽出专门时间来建造和培养沟通 对任何人际关系来说都是必须的 耶稣已赐予我们一条与神沟通的热线 但这条热线不只为了应急 而是随时都可使用 诗篇37篇1到9节 在神面前敞开自己 你的愿望如何才能实现 达魏说 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如果你真的以神为乐 而非只顾满足自己的愿望 神就会让你得偿所愿 等待神的恩赐 要比自己苦苦争取好得多 神应许 第一 你虽在恐惧中 但神保守你的信心 很多事情都能让你感到害怕 甚至恐慌 但作者三次重复 不要心怀不平 也不要心生嫉妒 你只要转向神 将恐惧带到祂面前 并专心倚靠耶和华 信心就是倚靠 它是恐惧和慌张的解药 第二 引导你做决定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关键问题是 你要将自己的决定 带到神面前 祈求祂做工 并自始至终信靠祂 一次又一次 我将这些经文 应用在生活中 有些人在面临抉择时 犹豫不决 尤其在工作 或结婚对象等方面 我常会用这些经文 和他们一起祷告 这个过程很简单 只有三步 首先 在祷告中 将你的决定交托给神 祈求祂为你 关上错误的门 打开正确的门 然后坚信 祂已掌管一切 最后 相信神必会动工 且要在你选择的道路上 凭信心 跟随神的带领 第三 心里有平安 要学会使用 你与神之间的热线 抽出时间 默然倚靠耶和华 耐性等候祂 这是使你的公平 明如正物的源头 也是避免烦恼和愤怒 获得平安和希望的方式 主啊 我信靠祢 请让我远离恐惧 嫉妒和愤怒 今天我要把自己的道路 交托给你 我要在你面前静默 并因你而喜乐 新约圣经 路加福音 四章三十八节 到五章十六节 聆听神的话 人与神的沟通是双向的 他包括对神说话 也包括倾听神的话语 这也正是耶稣服侍的秘诀 在这世上 没有人的服侍 比耶稣的工作更有效 也没有人在时间和精力等方面 受到的压力 比耶稣的更大 人人都想要得到耶稣的帮助 当他们请求耶稣 医治西门的岳母时 耶稣就治好了他 对每个被带到他面前的人 耶稣都按手在他们身上 治好他们 耶稣不断传福音 治好麻风病人 向耶稣求助的人越来越多 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 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 耶稣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他的秘诀是什么 他从哪里得到能力 天亮的时候 耶稣出来 走到旷野地方 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 在神国里 如果你不拨打和神之间的热线电话 那你就永远无法应付生活中的各种压力 大批群众跟随耶稣 为要听神的道 耶稣站在一艘小船上 开始教导众人 通过倾听耶稣传讲的信息 彼得的生命被改变了 彼得不仅抓到了很多鱼 还看到了神为他预备的意象 三年之后 彼得就对着三千人讲道 使他们都悔改归主 彼得为后代教会奠定了根基 两千年后 有超过二十亿人在此根基之上 宣告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能从这个真人版的比喻故事中 学到什么呢 第一 人的潜能不可估量 尽管海里有许多鱼 但这些渔夫还没有捕到一条 加利利海中常有微微壮观的鱼群 他们覆盖海面 有时能延绵一英亩那么大 清洁渔网很重要 但渔夫的首要目标还是捕鱼 同理 教会的首要任务应当是传福音 耶稣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有太多人需要听到耶稣的福音了 第二 没有耶稣做不到的事 彼得的第一反应是消极悲观 他不认为耶稣的办法能奏效 我们整夜劳力 并没有打着什么 经过些许犹豫 彼得终于说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耶稣使看似不可能之事成为可能 结果 他们下了网 就圈住许多鱼 网险些裂开 第三 只有合作才能完成使命 所以他们招呼船上的同伴来帮忙 他们就来 把鱼装满了两只船 甚至船要沉下去 合作是完成使命的关键 弟兄姊妹若不团结 就会让外人对教会敬而远之 合而为一 团队协作 永远是教会的魅力所在 第四 这个意象值得付出 彼得的第一反应是 觉得自己不配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同时他又感到非常震惊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 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 同在的人也相当震惊 但耶稣说 不要怕 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彼得和其他人看出这条使命的价值 决定跟随耶稣 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 就撇下所有的 跟从了耶稣 主啊 感谢你赐予我们一条 与你相连的热线 请帮助我像耶稣一样 常常与你独处 退到安静之地 祷告 并倾听你的话语 旧约圣经 民述记 四章三十八节 到五章十六节 把与神沟通 置于优先地位 当你读旧约 尤其是碰到像今天经文这样 晦涩难解的 你会感到震惊 对此圣经没有提供简单的答案 或圆滑的解释 因为世间本有很多事情让我们费解 其实更好的做法是将注意力 集中在我们能理解的事情上 但在这段经文有一点很明确 那就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 以及花时间与他相处的重要性 其中 献给耶和华为新香之祭 讨神喜悦出现了好几次 为了赎罪 人们必须向神献上祭物 赎罪祭能让我们与神合而为一 要想与神和好 就必须先被神赦免 整套祭祀礼仪 都是预备人们 接受耶稣的永恒之祭 耶稣将自己当作祭物献上 我们的罪便得到赦免 从而拥有一条与神直接对话的热线 耶稣颠覆了我们对安息日的理解 安息日是以色列人特别流出与神相处的一天 神的百姓极为重视安息日 如今 有关安息日的条例已经不适用了 但基督徒依然奉行安息日的原则 即专门安排时间休息 并与神相处 人们之所以要在安息日休息 是为了能从工作中停下来 不让心思眼目成为自己的偶像 我们应当将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 而神也要求我们专心亲近他 正因为维护和神的关系是如此重要 所以任何因傲慢或悖逆 而违背此相律例的人 都会被严肃处置 我们生活在圣灵的时代 能享受十字架 以及耶稣复活所带来的全部自由 这一自由可以使你毫无畏惧 自由自在地畅想与神之间的热线电话 今天的经文鼓励你 尽可能利用这非同寻常的特权 花时间与神独处 享受与祂的同在 并将你的要求带到祂面前 主啊 请帮助我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 每天与你亲近 专门抽出时间来与你独处 佩伯的补充 诗篇三十七篇四节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祂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我总是提醒自己 以神为乐是前提 不能只期待 祂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这的确是一条奇妙的应许 如果我们真的以神为乐 祂就一定会赐给我们所需要的 今日金句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祂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诗篇三十七篇第四节 请不吝点赐给你